hello大家好 歡迎回到柏英 本集節目感謝增養讚亞贊助播出 相信大家都有個經驗就是生活中遇到朋友 然後你感覺他外貌好像變了 可是你又看不出來到底哪裡變了 他眼神散發著全新的自信 好像要你稱讚些什麼 可是你就是講不出來 這時候開始蜘蛛的講說 你那個剪頭髮了嗎 還是紋眉嗎 然後你才發現原來他最近開始戴隱形牙套了 讚亞是我們回鍋的恩主公 所以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 除了隱形牙套本身的優點 讓你默默升級笑容 也不用像傳統牙套吃東西會有限制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 他是現在市面上唯一能做到 公開固定價格的品牌 絕無隱藏費用 不會因為區域診所或是醫生不同而不同的價格 一開始的線上出入評估是完全免費的 只需要上傳基本資料 4張照片 5分鐘即可快速完成 而且最高36期分期零利率 每日最低只需要66元 即日起到9月30日 使用博音專屬連結完成免費線上評估 即可獲得隱形牙套療程 折扣最高12000元 完成品牌活動任務 再享有最高4000元獎金回饋 最高可以省下16000元 開始你的微笑升級之旅吧 更多詳情請見資訊欄 好那這禮拜我在Satire的某一個Slack的頻道裡面 我貼了一個Netflix的影集叫做基站網紅 我覺得這個影集很好看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什麼討論度 好像行銷公司都把預算砸在其他爛片上面 為什麼啊 為什麼基站網紅明明就很好看 我覺得是任何一個出來混的 所謂出來混就是說 公眾人物啊 或是跟很多行銷公司也有關 任何的產業都應該思考的東西 沒辦法 因為實在是沒什麼討論度 所以我這禮拜在Satire的群組裡面就說 每一個人指定作業 全部都要把它看完 各部門的主管要負責出題 考考你的主員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拍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當一個藝人 一個網紅 這一集呢 就是無止境大爆雷 所以你如果還沒有看過基站網紅的話 這禮拜先不要聽這一集 大家要知道 這個podcast 你是有不聽的這個選項的 你沒有 一定要每一個禮拜 在正確的時間聽 先去看 然後看完之後回來 對一下答案 覺得你的感想跟我的感想 是不是有點類似 或不一樣的地方 甚至是 因為我等一下會一關一關的講 你看完一關回來聽 再看一關 再回來聽 都可以 準備開始 我剛好今天要講的重點蠻多的 所以就找了一個很適合的 寫筆記的廢紙 來記錄一下 這個Netflix節目的 好跟壞 對了 最後一件事情 我平常是不會做這種 影評或劇評類似的事情 所以千萬不要把我當作一個專業的劇評 這只是你的朋友在跟你分享他看劇的一些心得而已 那開始 整個節目基本上就是他們找了韓國的77位網紅 各個平台都有 所以有抖音的 有YouTube的 還有一個叫做什麼阿菲卡TV直播組的 一起來競賽 來選出誰是最強的一個網紅 那他英文名字是influencer 所以光是這個詞 大家就蠻值得去玩味了 什麼叫做KOL 或什麼叫做influencer 什麼叫做網紅 我感覺這三個名詞本身 所帶來的意義就有點不太一樣 那選秀節目 實境節目 總共有五關 每一關要考驗不同的網紅能力 我們就一關一關的來探討 首先第一關 每個人會分配15個贊跟15個導站 在77位參賽者當中 你要發送你的15個贊出去 15個導站 全部都要發完 最後就要來結算 每個人收到的幾個贊跟幾個導站 他們給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在一個小時之後 你可以上舞台表演任何的才藝 看能不能幫你拉到票 遊戲規則設計得非常的簡單 因為簡單 所以可以產生的策略 蠻有意思的 如果你有看的話 都會知道中間發生了一個轉列點 就是當靖榮辰走到台上 讓他講了一件事情 影響了整個動態 整個風向都改變 基本上他上台前 大家就是拼了命的在收集正的贊 但是他上台之後 大家反而會去思考說 是不是其實要收集的是贊的總數 所以不管正贊或導站 總結算出來 那才是你的分數 光是他上台的這個動作 然後造成前後的改變 我覺得就很好看了 因為我思考的一個問題是說 這個安排到底是自然發生的 還是是後製的時候 剪接出來的故事 大家要想過這個問題嗎 因為我在跟賀龍討論的時候呢 賀龍就說 他覺得這個推敲應該沒有那麼難 應該有一堆人從一開始 就在猜想 這關比的該不會是總和吧 但是他剪接的方式 會讓你覺得是因為 靖榮辰這個人做的動作 造成後面開始大家狂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導站 幫我導個站 導站一下 可是他真的發生還是沒有發生 你覺得呢 心中答案是什麼 他是剪接組所為 那我就會覺得 我剪得出一個這樣子的故事嗎 你給我一大堆材料 然後就是一個簡單的規則 大家在玩遊戲 我有辦法 剪出這樣子的轉折嗎 如果 他是自然發生的 那就是製作組的問題 製作組要想說 我有辦法定出一個簡單的規則 但是當中的策略 卻可以引發出劇情的嗎 我覺得一個很明顯的對照 就是魔鬼的計謀 因為他的規則非常非常的複雜 就算你不寫劇本 光是規則本身就蠻好看的 但是 激戰網紅在定出 低關的規則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 像下棋一樣 看出兩三步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自己的答案是 我覺得可以 然後我覺得他們有 不然的話 他們不會從一個小時之後 才開放那個表演的舞台 我覺得他們是希望 有一個這樣子的劇情 這樣的劇情 至少要在一個小時之後 才可以發生 才定出了這樣子的規則 但也不一定 反正靖隆層上台 講的那個宣誓 我覺得可以去思考 另外一個問題 他很明顯 從一開始就知道 要怎麼吸引眼球 他說你就是要找一個 有名的人去蹭嘛 我覺得大家要去思考的事情是 他知道這些既定條件 之後他怎麼把它轉化成 所謂的內容 他上台講的那段話 不讓人看出他的用意 但卻可以引發出 他想要的效果 這是我自己在看 《金融城》的諸多舉止當中 我自己在思考的事情 我覺得比較 所謂手法不高超的做法 就是他直接上台講說 嘿大家 我覺得啊 這一關應該考驗的是 綜合加起來的喔 你如果相信我 把正戰投給我 如果不相信我 把正戰投給張根塑 他也可以這樣做 但他沒有這樣做 這個是我自己在想的一些事情啦 如果我想要表達某件事情 或是達到某些結果 我要怎麼去用一種比較 所謂高級的手法 把它呈現出來 第一關我還要觀察到 另外一個現象就是 成群結隊 15個人聚在一起說 我們互相按對方站 然後互相都不要按 對方導站 的這個行為 到後期 大家按的是導站比較多 你最後才會把導站發出去 然後每個參賽者 最後也才會收到導站 我覺得這個很巧妙的反映了真實的網紅生活 所有人都是從同文層出發的 我覺得你的頻道訂閱如果是在二三十萬之間 你大概收到的副評都還不多 都還不算有出圈這樣子 你可以感覺很良好 因為會訂閱會看你的人 就是喜歡你的人 然後真正的出圈 maybe三十萬到一百萬之間 會有很多的陌生流量 然後根本不是你粉絲的人看到你的影片 然後進來說是什麼爛東西 我不看 真的是後面才會出現的 從同文層的事情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可以思考 就是網紅之間的關係 還有你的隊友在哪裡 就好比說 大家上傳影片的時候 有些人的影片下面留言區 就會有其他的YouTuber 紛紛的留言 然後大家看得出 他們是一夥的 也有些人的影片 下面的留言區 沒有任何其他的KO會來留言 到底哪一種人 在第一關裡面比較生存的下來呢 應該就是成群結隊的那種人嘛 反正我就覺得 他沒有寫這樣的劇情 但卻呈現出這樣子的現實狀況 蠻好玩的 第三件事情 最後公布說哪些人進擊 哪些人淘汰的時候 他特別剪了一個參賽者的反應 就其實你仔細思考的話 跟主線劇情無關 但是他剪了一個參賽者的反應是說 就是很多人說黑紅也是紅 但是我個人不太支持這樣子的想法 所以如果是因為這樣子被淘汰的話 我隨便 我覺得他特別剪這段進去 也是每個創作者都應該去思考的事情 如果你因為不願意去做一些黑紅的事情 然後讓自己比較不被看見 這是你能接受的嗎 所以這就是我出給薩泰爾簽約藝人的一題 我就覺得光是第一關就相當的好看了 有很多身為網紅的哲學還有作法上面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的第二關 簡單來講這一關呢 他就是有兩次的直播啦 然後你要成為直播 同時線上收看最多的人才有辦法晉級 非常簡略的來講遊戲規則是這樣子 他讓我思考的問題就是 我手中還有哪些殺手劍 可以隨時丟出來博得一波流量的 照樣舉那個進龍城來當例子好了 他直接在直播裡面說我要公開我的收入 他可能覺得收入是他的一個殺手劍 如果他某一個時間點需要大量的流量的話 他就會選擇把這個絕招丟出去 這種都是用一次就沒有的招式 所以在後來張志祖在抱怨Netflix的時候 他才會說嘛就是Netflix怎麼可以這麼過分 把我們每一個人一輩子只能使用一次的大招 全部都要奉獻給你這個節目 其實真的是很低級很低級的一個行為 我自己會知道說我口袋裡面還有哪些殺手劍 某一個月的故事大爆炸 因為每次故事大爆炸的參與人數都很少嘛 所以我那次就稍微講了一下 因為我覺得沒差應該不會傳出去 但是認識我的人可能都聽過我嘴過一兩句 就是我國中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它可以引起很大的流量 如果時機成熟了可以做一件大事情的話 我再把我這個殺手劍丟出來 累積殺手劍這個東西是一個平常的習慣 好比說LA參加Netflix's Joke Festival的時候 我就把這張衛生紙 也是我今天寫筆記的這張衛生紙留了下來 我完全不知道它在什麼時間點 什麼時候可以派上用場 但是你就會覺得 喔它居然為什麼它有這個東西 它就是會是一個看點 然後我覺得現在很多的網紅 他們因為喜歡分享生活 其實就抹殺了自己很多殺手劍的機會 我舉一個反例 我之前在跟Pita練後空翻嘛 就會覺得說 想要讓大家知道我在練這個東西 就發很多限動嘛 但是如果我今天的選擇是 我不發限動 完全沒有一個人知道 我把時間拿去練後空翻 然後有一次的表演 我出場直接後空翻 所有人都會覺得 哇靠妹 就是你什麼時候練成後空翻了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網紅 該重新去思考的功課 怎麼去平衡公開的訊息 跟不公開的訊息 以至於你可以在默默當中 養成一個殺手劍 然後有招力去丟出來 然後這是我第二關 看直播學到的事情 第三關 其實我搞不清楚 這關到底是什麼貼文啊 還是現實動態 反正就是照照片 先照好照片 後製完的人 可以先選擇在九宮格裡面 要佔據哪一個位置 任何有嘗試的人都會知道 人的視線啊 第一眼會看到的 應該就是三成三裡面 最中間的那個 所以果不其然 有一個組別 他們每次就是在搶快 然後搶最中間的那個位置 完全讓我想到 以前在做夜夜秀的時候 我不知道聽眾有多少是內容創作者啊 當一個時事發生的時候 大家陸陸續續 根據那個時事丟出來的內容 最快的一定是留言 就假如說 任何的新聞或什麼底下的留言 這是產出最快的 其次 應該是迷音 或是梗圖 它需要一點的加工時間 然後再來 才是影片 好反正就是以前夜夜秀 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是說我們速度贏不了別人 我們要在哪些其他地方獲勝 在這一關當中 你就會發現速度大於內容 尤其是在貼文或是限時動態方面 我倒不覺得影片是同樣的邏輯 影片質感應該還是會勝出 但是 什麼都不做的 搶最中間 那個光是時間的這個要素 就可以讓你獲勝了 跟時事的內容產出方面 我覺得也是同樣的道理 那我們以前夜夜秀是怎麼做的呢 我覺得這個就要去思考說 大家的共有條件 跟你自己的獨有條件是什麼 以第三關為例 大家的共有條件 其實就是那九間房間 對吧 你可以使用的空間跟別人一模一樣 你的獨有條件是什麼 就是你的主源 有奶子的有奶子 有狗的有狗 你有狗 別人可能沒有狗 你有奶子 別人可能沒有奶子 你要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邊 以前夜夜秀在思考的時候 共有的條件 是時事發生的事情 我們獨有的條件 是我們有現場觀眾 所以直接對標到眼球中央電視台 我其實覺得跟新聞亂報 非常非常的像 都是文字輸出笑點 那頂多就是合成迷音 在後面的 就有點像PowerPoint 那邊把它投出來 但是我們可以贏在哪裡 尤其我們速度有比他們慢 就是現場觀眾 所以你會看到夜夜秀 有很多小題大作 擺一個原本很小的東西 然後放大成有觀眾互動的 或是有歌舞的現場作品 內容作品 影音作品 隨便你要怎麼定義 我們只能贏在這邊 在思考說你的獨有條件 有什麼的情況之下呢 我覺得在第三關最後 就是那個Pure什麼 跟金融城被刷掉 他們就沒有思考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原本的勝利條件 也就是他們的獨有條件 奶子 然後你硬生生把它換成了狗 那很有可能就跟你原本 吸引別人眼球的那個核心受眾 完全不一樣 然後你會失去本來的流量 那你就會被淘汰掉這樣 要知道自己的條件 跟你為什麼會贏 很輕易地去改變它的話 可能就會輸掉 那雖然金融城他在離開之前 他丟下一句 我覺得很感人的話 就說沒關係我們被淘汰了 但至少我們死得不平凡 我們至少是死在想要創新上面 我覺得精神上我很認同 但是還是有些事情你沒想到 你可以有這個精神 但做得更好 所以加油 我突然想到一個可以吐槽的事情 就我一直說什麼 我不評論同行什麼的 然後嚴格來講 就是韓國的網紅跟我也是同行 但可能短期之間沒有要進軍到韓國YouTuber界 所以我覺得我是可以這樣評論 他應該不會看到 或是看到也不會太生氣 把第四關裡面有四個小關 然後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 我直接挑出來講好了 中間有三個 我覺得比較無聊 有一關是你要在你的任何社群 貼文或是貼影片 然後收集回復的數量 回復數量最多的人就可以獲勝 我覺得這關很無聊 雕蟲小記 我並不覺得送東西 重複留言是被允許的 的這個手段有多高超 就光是他們剩下的參賽者裡面 有兩個人就想到要送東西的這點來看 沒有什麼厲害的 然後到最後就會變成 誰願意送的東西比較有價值 跟誰的平台追蹤數本來就比較多而已 然後另外我覺得沒什麼的是那個辯論 那個就是刷刷嘴皮子 帶風向 不值得一提的一關 稍微多提的一關是 就看別人的封面 然後標題 還有 還有什麼東西 好像就這樣 然後來猜一些關鍵數據 好比說觀看數字啊 或是增加了多少訂閱 或是男女比 這個是有意思的 然後這個是我會想要出給薩泰爾的社群那個部門的作業 我們以前當薩泰爾還有編劇組 就是寫手們有在房間自己玩過這個遊戲 我們早就玩過 然後我們的心得是說 完全判斷不出來 但是 真的判斷不出來嗎 就你會看這一關的時候 哇靠那個莉莎貝全部答對 她到底是 是機率嗎 她純粹猜中的嗎 還是當中真的有什麼東西 她有間諜 我是沒有知識 然後我看不出來 不知道 但我們以前玩了很多很多題 找了很多很多的影片 完全看不出個規律 有可能是專業技能不夠 所以我也覺得相較起來沒意思 最有意思的來了 第四關的第一題 大家要搶屬於自己的hashtag 我覺得這是任何創作者 甚至是在開始創作內容之前 就應該要想的事情 你的hashtag是什麼 我以前曾經分享過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個在Google的大哥哥 他曾經有把我抓去Google吃飯 然後那個時候是大概2017年 當我的綽號 還是下面一大包的時候 找去吃飯嘛 他就說 你自己現在有這個綽號 你有喜歡嗎 我說不太喜歡 他說 那我覺得你應該要自己 幫自己下一個註解 因為你如果不自己下註解的話 你的註解就是別人下給你的 那個時候 好像根本還不流行hashtag 這個標點符號 但是 他在講的就是同一件事情 而且我也 想不出自己有什麼hashtag 所以當後來2018年夜夜秀 開始的時候 我就被下了一個hashtag 是尷尬 那我非常的不喜歡 也擺脫不了 才會很痛恨 那時候怎麼沒有 趕快幫自己想一個hashtag呢 那個時候我在吃飯的時候 那個大哥哥舉的例子是Papi講 他說Papi講給自己下的一個註解就是 智慧跟美貌兼具的女人 那縱使你覺得他沒有智慧 或是縱使你覺得他沒有美貌 不管怎樣 大家都會被這個定毛效應給定在那邊 他最洗腦的就是 喔他是一個智慧跟美貌兼具的女人 現在過了七年之後 如果重新來思考這個問題的話 我那天就把賀瓏叫過來 我就說 我想要請問你 你有什麼hashtag 賀瓏問了一個問題 他就問曾博恩這個角色 在同一個談判桌上嗎 你會跟我搶hashtag嗎 我說當然會啊 因為現實生活當中 我就是跟你處在同一個空間啊 我當然會跟你搶hashtag 就說嗯 他可能想不太到了 關於我自己的hashtag 我想了一下下 我蠻有把握可以搶下某些 然後有其他我覺得有商榷空間 大概6-70%的把握可以搶下 我來唸給大家聽好了 hashtag沿上大將軍 我覺得這定搶得下來 因為就跟那個爆料跟被爆料的 邏輯是一樣的 不管是沿上這個節目裡面 我當了兩次的大將軍 或者是roast這種類型的笑話 我也參演了蠻多次的 或者是我自己被炎上 這種被炎上 我應該都蠻具代表性的 所以炎上大將軍 我應該搶得下來 好那其他的hashtag 大概什麼單口喜劇 這種東西應該也是我的 因為真的啊 賀瓏他那個時候就問我說 我在不在同一個桌子上 他原本就是想要拿 單口喜劇這個hashtag 我說我在同一個桌子上 那對啊 誰贏還很難說嗎 可是除了這些比較明顯的之外 我就想一些其他的 我覺得有討論空間的包含 hashtag 拓荒者或是冒險 在小巨蛋的那一年 取名叫做破蛋者 其實意思就是想要講自己是拓荒者 但是不敢講清楚嘛 可是我倒覺得就是 任何的influencer 如果想要跟我搶拓荒的這件事情的話 他們應該會有一點點難度 可是他如果同時跟冒險這種東西 我就覺得 嗯 那或許一些什麼doodoo man啊 跳多同溫層 他們願意去到一些沒有人去的地方 或許值得一站 但是假如是拓荒 可能我講的贏他們 另外一個hashtag就是所謂的hashtag 第一人或是第一這種東西 我覺得除非是OG級的youtuber 蔡阿嘎 我的訂閱數最高齊軒 跑出來跟我搶 除非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我也蠻多第一可以拿來說嘴 就是什麼第一個站上小巨蛋的喜劇员 第一個 我還有什麼 我是不是 Anyway 這票房 就是線下票房 累計第一大概也是這樣子 可以討論一下 然後如果辯論起來應該蠻有意思的事情 不過其他方面我還想到另外一個是 行為藝術 或是hashtag大型社會實驗 其他人如果想要跟我搶的話 可能需要丟出多一點例子 因為這一方面的例子 我就丟得出說這個娛樂稅的例子啊 或是妨害名譽 然後也是走到官司的這一步嘛 農地工廠 然後說服大家一起去檢舉 造成基層非常大的困擾 做了蠻多次的 那我覺得其他可能會跳出來跟我搶的 好比說bump去救人的 我覺得可能有點距離 他可能算是行動 行動派 對這種我可能搶不贏 但是有某一個路線的 我應該是搶得出來 好anyway在家裡思考之後 我就覺得說我自己好像有蠻多的hashtag這樣 但是賀龍這個人的話 就稍微需要多想一想 因為我覺得任何的內容創作 都需要去福音 你這個人能為大眾帶來什麼樣的價值 然後你應該要把他最大化 如果你在你的那個類別裡面 幹不到別人的話 你要嘛就想辦法幹掉別人 要嘛你就不要搶這個類別 在進入賀龍之前 我丟一個怡辰的例子 我覺得郭怡辰如果現在要霸佔 hashtag音樂喜劇這個標籤的話 應該很難有人跟他搶得贏 我知道小尾巴 小尾巴可能現在有在聽 對不起 但我覺得現在還是怡辰 沒有啦沒有啦 可能是小尾巴 但因為你們兩個要去搶嘛 你們要想辦法幹掉對方 或者就不要再做了嘛 但是如果今天hashtag變成歪哥 我反而會想到反骨 或是黃明志 或是筆劫美麗本人 我覺得很多人 這都是一個大圈子 要想辦法自己在你擅長的那個領域裡面 脫穎而出 不然你就是當個不上不下的人 我不知道 你要做就把那個hashtag搶下來 接下來回到賀龍上面 我想到賀龍的某一個形象 我反而會用 Stefan Curry的一個綽號 叫Baby face assassin 你仔細想一想 賀龍最有名的影片 要嘛就是在眼上的一些表現 要嘛就是在走中獎 罵其他表演者的選項 然後光是這點 我就覺得他其實在兩個方面都做得比我好 第一個方面是他Rose的笑話 的確是寫得比我好 第二個方面是 他長得很無害 當賀龍在罵你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他真心瞧不起你 或是你真的被罵了 然後你也不會有反感 當我在罵你的時候 他會說喔 真我這個人 憑什麼高高在上呢 救不起人 不知道為什麼先天就給別人一種娃娃臉 然後我嘴你其實不會怎麼樣 這種感覺跟Comic Central裡面 假如說你每次看到Rose Master Jeff Ross 他在Rose的時候 那種笑臉笑裡長刀的感覺 我覺得很像 有親和力的罵人 所以Babyface Assassin 這個詞目前是沒有一個中文翻譯 但我如果硬要幫賀龍套上的話 那應該就是hashtag 童顏俱乳 是乳華的乳 好啦應該是四聲吧 齊齊大入 童顏俱乳 這集的封面就直接上hashtag童顏俱乳 對吧 賀龍大概有個這樣的形象吧 為什麼想這個hashtag非常的重要呢 就是因為 我們其實在今年初到現在為止 可能有在不同零星的地方發表過說 以後的夜夜秀要逐漸的去政治化 走完全的娛樂 但我覺得一個秀的走向 跟他的主持人的hashtag 有非常密不可分的關係 如果你沒有想清楚這個主持人的hashtag的話 你秀不管怎麼做都是五頭蒼蠅而已 但同時我身為satag的就是c-level 我不想要我旗下的兩個ip走同樣路線 如果今天夜夜秀然後為了要服務賀龍 去走一個像Jeff Ross會去街頭上面直接rose路人 的這種路線的話 我就會覺得我兩個ip在做一樣的事情幹嘛 我不需要這樣 所以我會用c-level去override說 你不可以把夜夜秀變得跟眼上一樣 你要做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當你在想要拍影片 我覺得之前之前有蠻多部 需要先去思考這樣 然後你可能會有別人的阻礙 但我覺得hashtag的這一題的確是蠻有意思的 好最後一關打對台 在講這一關之前呢 我就要先嘴一下 這個呢我老早在三年前 你可以去問各大電視台 只要我有拿過我的投影片去提案 說要做喜劇選秀的時候 你去問那些電視台的高層 我最後一關是不是就是這樣設計 好啦我知道啦 我當初也是在學派對卡孔明啦 我也是抄別人的想法 但是現在Netflix 他就做出來代表我的想法是對的 然後我就想說 拜託Netflix把錢給我 因為我的前面幾關也很好看 這拍出來絕對會超級好看 不要再給一些什麼 什麼錄不錄影啊 什麼營不營業 拜託不要再浪費錢 把錢給我 OK 現在暫停一下 思考一下 我剛剛講的這一段 想要達成什麼目的 我的意圖是什麼 我的手段是什麼 我只是在示範一下 剛剛前面一大段 到底實際應用起來會怎麼樣 我有那個意思 但我也沒有那個意思 就是想一下進龍城 好最後一關是 大家要在一個live的舞台上面 然後上下半場各一個小時 帶來演出 我覺得這一關完全看得出 Oking這個人的底子深厚之所在 其實Oking這個人呢 我覺得超像鳥屎的 他在最後一關的準備 無論是上半場或是下半場 其實就看得出企劃力 我其實跟Oking不熟 我沒有看過他任何其他影片 但是光從激戰網紅這個節目裡面 我就感受得到 他在即時反應 那種臨場丟笑點的能力是強的 他在耍小聰明 現動的那一關 能力是強的 然後最後就是 如果你不擅長 真的準備很精緻的兩個小時的表演 你如何用大包裝 去把它弄得有趣 好所以就直接來到他的下半場 他裝成一個政治人物嘛 其實馬上讓我想到就是 我這個人有個原則是 我不太接戶外的表演 因為我接過大概一兩次 效果都是非常非常恐怖 甚至我去美國的時候 我也是跟喜劇演員聊天 我就問他們說 欸你們能演戶外嗎 其實有兩派 一派是說 哇靠你還可以挑表演喔 管他戶內戶外我全接啦 另外一派就說 喔 戶外當然不行 戶外超恐怖的 千萬不要接戶外 但anyway 某一年的白奏之夜吧 然後就看到很多喜劇人 他們上台 他們的基本設定 就是一個政見發表會 每個人上去就像一個政治人物 一樣 當你的設定是這樣子 我覺得戶外的單口喜劇 就得以成立 因為他在寫你 或是在嘲諷 然後你當中當然還是可以寫一些 很紮實的文本 one liner之類的 他會讓整個的氣氛 是成立的 可以在戶外進行 在最後一關的下半場 我看到Oking 做這個政治人物的變形的時候 我就說 哇這個人企劃真是厲害 但是其中的細節就是 這兩個小時當中 實際的內容 我覺得拍攝當天的現場 應該是超級無聊 所以我其實有馬上丟過我名相 總結我說 我覺得現場應該超爆無聊 但是他卻可以靠剪接 有一些曲線啊 邪律啊 音樂啊 鏡頭啊 人的流動啊 這些的 要怎麼把一個 其實很無聊的兩個小時 剪成一個會讓人有激情 有懸念 的一個劇情 今天錄這一集 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自己的想法 讓你看激戰網紅的時候 我覺得稍微比較好看一點點 哦對了 然後我最後的感想是啊 我自己看到最後 有被激勵的感覺 那這個我以前跟大家分享過 就我覺得任何 要稱得上是一個好作品 我心中的定義就是 它可以激勵你 成為一個更好的存在 要嘛是心情很好 要嘛是能力上更好 那我看到那些韓國的網紅 不管哪一關裡面的表現 我都很清楚知道 我的哪些能力還需要加強 才有辦法在每一方面都勝出 這種選秀實境節目 我覺得到最後 直接舉像什麼大嘻哈時代這種 很多觀眾會很執著 然後再鑽那個這個賽制 到底公不公平啊 我喜歡的選手 到底有沒有晉級到決賽這種東西 可是對我來講 好像最後 誰得什麼名次 根本不重要 是那個當中的過程 你的才華有沒有被大家看到 被看到之後 你有沒有inspire其他人 去成為更好的存在 假設以後我有榮幸去主持 或是籌組任何的選秀活動的話 這可能會成為我的開場獨白 當中的一環吧 好那以上是激戰網紅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進入QI部分 首先第一位是來自 被陽明併吞的新竹學校 名字聽起來有點色 但其實一點都不色的陽嬌大 超奇怪 就是到底為什麼 陽嬌大聽起來很色啊 因為大陽嬌嗎 我不知道欸 這三個字明明根本沒有 什麼負面的意涵 OK 陽嬌大的這位朋友 都想要請問博恩對媒體的看法 DC觀眾簽到 請問博恩 我個人比較右派的 但也能理解左派的想法 不過在右派理想下 台灣這種媒體亂笑 只交由市場機制解決嗎 像是現在傾向誇大 手動的不死標題 就只是戳到好人性的弱點 大家都會受不了 點進去給流量 但是 要用某種手段限制假訊息 卻會給媒體自由帶來限制 想要請問博恩有什麼看法呢 祝心想事成 沒錯 所以顯然右派也是有右派的局限 這也是為什麼 需要透過一些法律 來稍微管控一下 就是光譜嘛 你只有偏左偏右 或是走到極端 都會讓人覺得說 奇怪難道你沒有看到這個缺點嗎 我會覺得說 我是 右皮左骨 又支持 法律管控假訊息 大概是這樣 下一位 不知道怎麼唸 嗨博恩 看過網路上你所有免費的段子 去過第一次的專長 夜夜秀現場 每次的爭議都有follow到 有需要講這個嗎 因為大家的起手師都會稍微講一下說 我是一個什麼樣程度的粉絲 我有看過你的網路上的 然後也有去過幾次的現場 但是 就你多講一句說 每次的爭議都有follow到 要幹什麼 這句 意義不明 好 不知道這樣能不能稍微算一個小粉絲 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進入問題環節 1.我現在在西澳打工度假 想請問賀博颱風會刮來西澳嗎 2.博恩曾說過烏鴉的叫聲很無聊 澳洲的烏鴉叫聲超多遍 推薦給博恩 3.不知道博恩知不知道大人學澳洲肉場工作很無聊 我近兩個月聽了很多podcast 博恩跟大人學我都很喜歡 但兩者調性不太一樣 好像心中的兩個聲音 一邊會說 只要我夠強那些靠背的人也拿我沒辦法 一邊會說 即使理智還是要契合 常常會衝突打架 希望有機會聽一下博恩跟大人學合作 4.剛看完和尾軒訪談 motherissue崩潰那段 深深感受到博恩之前 說對於其他節目毫無保留的點 也感受到博恩真的很努力 高敏感又I的M 但你還是很努力的撐到這裡 博恩你想改變 我也期待你的改變 雖然如果一尾軒的講法 學說段子都會變得非常政治正確 而我不覺得那樣會使百分之百的人覺得好笑 但仍期待當爸後的博恩會走到另外一個高峰 5.博恩可以用蕭敬騰的方式唱 火車走到蹦坑內嗎? 祝福博恩和自己和解 減少自虐傾向 OK 謝謝你 第一個問題 西澳 我今年會去西澳 還沒有公布 但不見得會是赫薄颱風 第二個問題 博恩曾說 這個烏鴉對 就你會發現說 鳥的智商也決定有很多事情 像烏鴉喜雀這種比較聰明的鳥 牠們的叫聲也非常的多變 牠們會的不止一招 牠們有適合開直播的時候 丟出來的殺手劍 第三個 他說兩個podcast的調性不太一樣 那想必我是那個說理直要契合嗎? 所以大人學為什麼要說 只要我夠強那些靠別人拿 我沒辦法 我不太清楚 為什麼他會 有這種思考方式 有機會的話 我想要跟他們當面聊聊 OK 第四個 我剛想超久的 因為 就是他這邊丟出了 三個完全不同 來講別人個性的東西 他說高敏感好 這是一個概念 然後他說又I 所以I是MBTI裡面的I 所以是內向 然後他說又M M就是BDSM裡面的M 所以我剛剛念下來 我就覺得說 M是什麼 M是MBTI 有M 因為MBTI 可是MBTI裡面卻沒有M 然後我剛剛就想了很久 好 很不適合當公眾人物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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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點啊 很適合讓我澄清一件事情 所謂的 要當一個好人 然後以後的段子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我自己的定義是 我不會往下打 但是這並不代表說我不能往上打 我以前有很多段子的屬性 都是看到體制裡面有什麼不對的事情 然後我要嘛用行動 要嘛用言語來抵抗 那對我來講 就是體制啊 這種大的事情是在我之上的 縱使很多人會覺得 什麼醜人多作怪啊 然後又在那邊刷存在感啊 蹭啊這種類似的事情 我覺得往上打對我來講定義上還是可以的 我目前 在那個影片上線之後 到現在的現場表演 感受到一個非常奇怪的氛圍 我沒有在往下打 我沒有講任何的弱勢團體怎麼樣 但是當我往上打指出一個東西 不對的地方的時候 大家就說欸奇怪 你不是要當好人嗎 你怎麼可以還指出 體制裡面不對的地方呢 我就想說OK好奇妙 大家接受的程度範圍不太一樣 下一位 哆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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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很常念到的 我最喜歡的鳥叫是 花媽白赫 喔OK 誰的不是 我所有學過的鳥叫 最經典的應該就是花媽這個吧 博恩你好 有個問題想請教 已經舉辦數百場大型演出的你 在台上看著我們這些觀眾 從最初的open ride 到近期的赫補颱風 有沒有發現什麼有趣的改變 或是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另外從去年4月就不斷有 高強度演出近期 有一些關於你的討論 希望你有機會 就讓自己的休息 很替你的靈感和身心健康擔心 若狀況可行 希望大型專長能 蹲久一點再辦就好 但許願能有一些 線下小活動滿足粉絲們 說要小心活動 是否有考慮過 提過的經典回顧場呢 蕭氏耳歌點唱 想聽你唱 屬蛤蟆 最後請小心身體 注意安全 隨心所欲 只好睡好 謝謝 可惜啊 晚了一位 屬蛤蟆 是那個一隻蛤蟆一掌嘴 兩隻眼睛絲條腿 我每次都分不清楚器官部位 而且那個歌詞也超怪的 什麼蛤蟆是不吃水還不知水啊 我小時候這首歌全部都是 直接背那個聲音 我完全不知道是哪些字 蛤蟆不知水 愛青年 蛤蟆不知水 然後什麼耳鼻之溪 水上飄 完全不知道你在唱什麼東西啊 好好好 有機會再唱 經典回顧場 沒有 絕對不辦 我這集說過了 人啊 出來江湖走跳 總是要留一兩個殺手劍 就當你錢驴技窮 沒招可出的時候 才會丟出這些東西 我個人覺得 如果我現在這個階段 就丟出經典回顧場 超像我沒招的 所以 近期之內不考慮 可是你講的也沒錯 從去年4月開始就高想 對啊你實際想想 破蛋子 菊巴高峰會 賀博台風 什麼連五年五個專長 就說真的啦 在這個身上 誰有那麼多東西好講 誰有那麼多 不爽的事情值得抱怨 或是那麼多好笑的事情 值得拿出來一起分享 誰哪有這麼好笑 你不能有一年 認認真真好好過生活嗎 有考慮過 我自己覺得 巡迴真的是兩年一循環 比較健康一點點 所以感謝你 說不定明年就沒有了 說不定2025年 就會是休息的一年 下一位 Eleanor Wong You're not really friends with somebody unless 嗨博恩 感謝你的笑譜 和不實地分析stand-up 讓我對於stand-up的喜好 有機會從John Oliver 和Jimmy O. Yang 一路延伸到更廣的領域 近期一頭栽進 Neil Brennan 在Netflix的節目中 無法自拔 想要問博恩如何思考 Brennan的創作和表演呢? 各位 講到我的球場了 那我推薦你去看藍恩 他應該也蠻喜歡這個路線 我猜啦 雖然他說他偶像是 Mark Norman 對啊 Neil Brennan 笑譜一下 Neil Brennan就是 跟Dave Chappelle 一起創造了 Chapelle Show 的另外一顆頭腦 然後縱使是他在 Chapelle Show 當紅的時候 他並沒有一起獲得 一樣高的知名度 但是現在 他在Netflix上的兩個專場 一個是 屏屏屏的那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 三支麥克風的那個 你就看得出來這個人 每一次表演都可以 丟出一些新東西 然後他對喜劇的理解 相當的獨特 最近也有被他啟發 因為我自己會做的一件事情 然後這個技巧也是分享給 還沒有真的很入門 或是走火入魔 Stand-up的人 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Netflix上面有兩個影片 一個叫做 2020 單口喜劇笑話精選 blah blah 類似這種題目 然後另外是2022年 他兩年做過這件事情 他把整年度 所有人的Stand-up轉場 然後一些比較有 代表性的片段 剪出來 轟炸你 所以你會看到 每個人 理論上 應該是他們最炸的一環 這樣就是一個非常 簡易的 就是Wine tasting嗎 這種 你喝一口 這個我喜歡 這個我不喜歡 太澀了 這個甜甜 我喜歡 你每一個專場 都嘗一口 嘗一口 之後你可以去判斷 你要把誰的一整場 給看完 然後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大概整理出 什麼樣路線的笑話 最近比較流行 或怎麼樣路線的笑話 可以比較有大的笑聲 而不是70分穩定的輸出 你可以看出這件事情 好 我最近就是在重新看 2022的那一年 然後Neil Brennan 一整集裡面 讓我最會想要發展的一個武器 他覺得勇槍派的那個邏輯 已經很過時了 然後他用一個節目的格式 去諷刺這個想法 多麼的荒謬 那這個手法 我那時候就想說 哇 這真的超強的 這很像是 馬克吐斯 那個亞林VS阿嬤的升級版 你去看一次 你就會知道我在講什麼 今天這一集有很多 你需要先去看Netflix 然後我沒有收任何Netflix的錢 所以我這邊罵一下Netflix的其他節目 我最近看《機戰網紅》 我同時還有另外看兩個 一個是什麼 什麼現實破一個秘境 那個密室的 我覺得那個就是前三集好看 後面三集無聊 然後另外一個是 玩家秀下線 是一個法國實力節目 那個遊戲機制設計 爛透了 沒有社會沒有辦法流動 除非你想諷刺這一點 那我也感覺不出來 好所以 Netflix也不是每個節目都好看 我沒有在幫他們打廣告 下一位 Hopeless Annie 來不來吧 來多倫多啊 除了台灣人還有香港人 而且多倫多這麼悶 在這半 或許還有不是粉絲的 過來看 算不算擴展市場 算 對啊 聽起來超好 多倫多喔 有去過一次 你真的覺得會有路人 這樣跑進來 Oh comedy show 看起來真不錯 中文的剛好 我也會聽聽中文 然後就跑進來 OK 好 有啊 我去多很多辦過一次 那一次也是sold out 所以 也是可以去拓展一下 算是美東 但其實在加拿大的這個市場 反正每次 飛去美東都只是為了紐約 我自己也是覺得很浪費 下一個 來啊 宋慧元 努力跟天賦的問題 博恩你好 關於博恩的 會同情擁有天賦 但卻不是努力的人 那用NBA球鞭來舉例 Tracy McGrady Andrew Wiggins 這些漫漫天賦 卻令人惋惜的狀元 對比Isaiah Thomas Jimmy Butler Jaynon Brunson等 靠超級努力才有機會 登上NBA殿堂的二輪選秀 博恩真的覺得後者 就該乖乖任命 不應該打籃球嗎 我覺得你這個 好像又是碰到一個 櫻然跟死然的問題啊 就是櫻然你說 我們應該要向誰看齊 或是 我們應該覺得誰比較厲害 你這樣的提問方式 當然就要讓人講說 沒有啊 所以就是Isaiah Thomas 矮湯對不對 他那麼矮 他們矮的打NBA 哇 好激勵人心 Jaynon Brunson 哇 我說Jimmy Butler 哇 蝦冰蟹這樣 可以一直打到東方 哇 應該是要佩服他們沒錯啊 但是 我就問你 你如果是教頭 或是GM 你選 你會選哪些球星 你真正敢用誰進你的球隊嗎 我指的是這個啊 那當然T-Mac啊 我還可以賣鞋子欸 我都 矮湯 矮湯有出鞋子嗎 對對 因為 球鞋其實 無關乎勝負嘛 所以你如果不是GM或是 教練的頭腦 以Nike 來思考的話 你會簽誰 下一位 QQ耶 請問有喜劇羞辱嗎 不過你好 如果稱讚別人的外貌 等同支持外貌羞辱 那麼稱讚某個人好笑 等同羞辱 其他通常不好笑的喜劇演員嗎 人們喜歡的事物 並表達出來這才是人性 如果禁止稱讚外貌 括號取消文化問號 不等於想到或聽到好笑的段子 又不能與人分享問號 以上的發想來自 我們這一家323話 冒號柚子 我的回應是我也蠻喜歡柚子 不要說 我們這一家裡面的柚子 我非常的投射 因為我們家也是這樣 一個姊姊一個弟弟 然後個性上柚子也很讚 然後對 這就是在個性羞辱 其他人的個性不好 我覺得是像SR那集我講的 我的重點根本就不是說 嗯 難道你這個 相對剝奪感 你就是在罵其他人嗎 不是 是你在highlight一個 不值得稱讚的屬性 如果你今天有一大堆 你今天有一百個東西 可以稱讚的話 你為什麼非得要去稱讚別人的外貌 我重點是這個 可是回到你這個 喜劇羞辱 有啊 你如果說一個人非常好笑 對啊 你就實在說其他人不好笑啊 每次主持串場 在介紹下一個表演者出來的時候 跑現場的觀眾都馬聽得出來 那個主持人怎麼說 接下來這一位 大家都知道誰啊 超好笑 你如果這樣子介紹下一個人出來 跟你介紹一個人說 接下來這位表演者 他 嗯 最近 有幾支影片慢慢的被看見 就是 這白癡直覺都知道 你真心稱讚誰 或是真心沒稱讚誰嘛 所以是有喜劇收入的啊 剩兩個 難拉阿拉 看完評論有點小震驚 還有博文 平常除了追劇 或是看YouTube 都是習慣調到最快語數 除了看你的影片和Podcast 除外 每次的更新都好珍貴 這次的背書時間我覺得蠻有趣的 也看到你喜歡你分析 各種實驗主題 我是使用Podcast聽眾最慢 只能調到0.75 一開始真的嚇到語數比想像中快很多 但把聲音調大 再提高注意力其實是可以聽懂的 但沒想到許多評論表示很反感 這次把速度調快的做法 大多數原因都是不容易聽懂 這不是實驗的一部分嗎? 問號 就是有一些Podcast聽眾 可能跟不上這個速度 導致這些人也聽不到內容 現在的我好像還停留在 賀博台風那時的興奮 想問博恩有沒有計畫 再跟賀博同台 或是用不同的方式合作呢? 真的很喜歡你們兩個一起製造出來的效果 很像奇特的化學效應 最後希望這個網路社會可以有差一點 祝博恩跟你的家人們都順利 謝謝你 我是沒有太震驚 我覺得正常能量發揮 但我不會對這些評論嗤之以鼻 我會覺得你看到一個東西 你覺得它不好 那你講出來這非常正常 這也是所謂的言論治療 或是反應給我們這些創作者 知道自己該往的方式 這都很好 這個實驗看來是失敗了 下次請不要再這樣 就是根本沒有任何情緒 讓我覺得OK 賀瓏的這個問題 我自己是沒有很期待在下一次合作 沒有主要也是這樣 我最近有個想法 然後我想要跟怡辰一起弄 我覺得一個東西會中的時候 我去專心的做那件事情 最後一題 伊漢0923連聽兩集突然覺得講超慢 連聽132133 博恩和豪平直接變速攬對話 博恩可以模仿速攬叫聲嗎 謝謝沒有我們現在要唱的是 火車到尾氣 不是啊火車什麼東西啊 火車走到走走 火車走還是走走走到門口內 我真的不會 然後我也懶得擦歌詞了 我就會憑印象唱吧 火車阿脈的阿脈的丟 阿脈的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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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點台語歌 今天這題博恩錄到這邊 別的重點沒有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